2021年8月3日 和大家看看冬季奧運會 第10日之後的獎牌情況 排第一是中國 總共有29面金、17面銀和16面銅 排第一位 獎牌數目有62個獎牌 純粹計獎牌排第二 第二個位置在美國 美國有22面金、25面銀和17面銅 用四個獎牌數目 獎牌榜是第一 第三個在日本 日本有17面金、6面銀、10面銅 澳洲有14面金、4面銀、15面銅 這兩個獎牌數目排在一起 排第五位 俄羅斯有12面金、21面銀、17面銅 獎牌數目有50個獎牌 排第三 英國有11面金、12面銅、12面銅 獎牌數目35 純粹排第四 法國有6面金、10面銅、7面銅 德國有6面金、6面銅、11面銅 韓國有6面金、4面銅、9面銅 和荷蘭有5面金、7面銅、6面銅 這就是第十日後的東京奧運會 獎牌數目的獎牌數目的獎牌數目 中文獎牌數目的獎牌數目的獎牌數目